我姐有错我承认我 冬儿弟弟怎么说冬儿哪些地方做的不妥 第一冬儿不应该找海哥 我不否认我姐是有错的 我姐我说他 他应该是错在三点 一个是找 第二不应该去小葵家里人家安排他去 他就去 海哥一个是 去小葵家里人家安排他去 他就去 他为了否真的是为了真往逢 他去就去 第三海哥来家里提亲 冬儿没有给家里说清楚 海哥也没有打电话跟我家打招呼 第二个人家来我家里面 他也没跟我家里面说清楚 海哥也没有打电话跟我家打招呼 是不是 就直接来提亲 提什么亲啊 提哪门子亲啊 是不是 可以说这三点也不能全怪一个人 都有错 第一点冬儿没有错 找海哥相亲不是冬儿的错 也不是海哥的错 第二去小葵家里是不应该去 毕竟刚认识自己家里 父母又没有说好 没有见过小葵 第三尤其是海哥去冬儿家提亲 海哥和冬儿都有错 一个没有和家里沟通好 一个没有把提亲事情策划好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只能说到此为止 各自安好 大家说对吧